吉安乡客属会18号的上午在客家民俗会馆演艺堂 举办了重阳节敬老活动 吉安乡长刘淑珍在花莲县客属会吉安分会理事长黄金旺的陪同下 逐一的发送重阳节敬老礼金给90岁以上的长者 同时为长者来戴毛帽 献上祝福场面相当的温馨 为了感谢过去客家长者为社会的奉献付出 花莲县客属会吉安分会在花莲县政府和吉安乡公所的支持下 举办了重阳敬老的活动 结合会员以及眷属老中青世代轮番的表演下 让台下的长者听着旋律洋溢幸福的笑容 吉安乡长游淑珍在客属会吉安分会理事长黄金旺的陪同下 也发送了重阳敬老礼金给90岁以上的长者 并且为长者戴毛帽献上的祝福 吉安长寿至乡兵分吉安今天非常开心 来参与我们吉安客属会的活动 所以我们吉安相公所特别来献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协力关怀 也来支持我们将客属会办理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希望乐活的长辈引发的这样的一个幸福 会在吉安永远的传承 而吉安客属会理事长黄金旺表示 吉安客属会会员人数为花莲县之冠 他感谢各界对吉安客属会的支持 特别感谢县政府还有我们吉安相乡乡长 刘书贞 刘乡长还有议员代表给我们鼎立的支持 所以我们吉安相客属会才可以活动的办的这么圆满成功 吉安相境内百岁人瑞有11位 99岁的长者有14位 今年超过70岁以上的长者比去年多了6.06% 是花莲县唯一人口正成长的乡镇 游淑珍表示乡公所会以更积极的态度给予协助 与社团社区共同协力 让引发长辈的照顾不打折扣 共同创造缤分吉安长寿之乡的愿景 记者刘明胜吉安相报道